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Docker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 使用PG Admin 4 管理咱们的Postgres数据库的服务器 咱们上期搭建了一个Postgres的数据库 对不对 那么咱们还没有去管理它 咱们管理 有朋友说 我用PSQL就能管理 对 用SQL就能够管理数据库所有的内容 但是 它不是不方便吗 对吧 咱们大多数的用户 希望找到一种图形化的 很简便就能管理数据库的方法 对不对 今天我就给您介绍一下PG Admin 是这样 咱们先说一下PG Admin的历史 以前PG Admin像我用的是3 主要用的是3 3它是Windows的APP 也就是说 Windows用户可以装PG Admin 3 然后完全没有问题的管理数据库 Mac跟Docker的用户就稍微差一些 那么今天这个年代 Windows的份额在逐渐下降 Mac Linux桌面再逐渐上升 对吧 那么多平台的用户都想使用PG Admin 进行管理数据库的话 该怎么办 从PG Admin 4开始 它就给咱们提供了一个 Vibe界面的管理Post of Great 数据库的工具 今天咱们就来分享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PG Admin 4 Docker镜像的基本使用 该怎么用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PG Admin的官网 我一直用3 但是有4 Vibe G Vibe的工具 也是非常的不错 咱们去看一下 这个是PG Admin的官网 这个大项目 对吧 然后大家请看 2019年12月12日出了416 这是最新版本 OK 这官网没什么可看的 咱们还回到咱们的课件 那么咱们要安装的话 从官网下载也可以 但是我推荐大家 咱们使用Docker技术进行管理 Docker技术最好的地方在什么 就是说你不用在本机装各种各样 这种非常杂乱的APP 您只要装一个Docker 然后今后任何的软件 都是基于虚拟的技术进行安装 这样您的机器也会非常的快 对不对 Docker技术的优点 咱们就不在这赘述 好 咱们看一下Docker的官网 PG Admin 4出来了 但是注意一点比较遗憾的是 PG Admin 4并不是Docker官方认证的镜像 但是没关系 咱们可以使用 这是它的官网 通过这个命令可以安装 然后它最新的版本是 刚才咱们看到的是C16 OK 那咱们就进行安装 大家请看 怎么安装 咱们用这个方法 用这条命令 把DockerHub上最新的镜像 咱们先download到本地试一下 我这给您开一个窗口 用这个命令进行下载 因为我本地已经下载过 所以说它应该就不再下载 才对啊 看一下 大家请看 说明我本地已经下载过了 是吧 咱们打Docker 然后打ImageLS 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时间前就下载过了 对吧 没问题 然后它的大小呢 是273兆 稍微有一点点的大 OK 没关系 那咱们下载完了 该怎么办 是这样 大家请看 我下面这三行课件的内容 是说 下载一个Postle Grid 9.616的这么一个数据库 然后建一个卷标 并且把它运行起来 这个在咱们本地是可以做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为了今天这个课件吧 我专门在我自己的本地 我准备了一台Postle数据库 所以说这三行命令 我就不执行了 好吧 那么怎么办 咱们直接去运行 刚才咱们下载的这个PG Admin 4 怎么运行 大家请看 就这一行命令 这是最简化的命令 咱们看一下 首先我要运行它 叫做PG Admin 4 这是我给了一个实例名 然后呢 大家请看 这个端口号的映射 我把这个容器里面 就是PG Admin 4容器里面 这个80映射到我外面的这个8080 然后一会咱们通过这个8080 本机IP就能够访问到它 然后呢 因为咱们是一开始刚运行 那么需要对这个容器进行一个初期化 对吧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我用了一个RM 这个咱可以不用 这样来保证 这个命令咱们执行完之后 这个容器的content not不被删掉 当然有朋友愿加RM 也可以加 没关系 然后是大家请看 我运行这个容器后 我给这个PG Admin 4 默认起了一个user 它这叫email 这就是user id 对吧 我给它起 这个地方咱们可以随便敲 叫什么都行 一会用于这个web登录 然后呢 给这个user又起了一个password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参数啊 咱们先记住这两个就可以啊 然后呢 咱们以精灵方式进行 同时指定一下 咱们这个镜像的名称 全称 好吧 OK 咱们就执行它 把咱们这个PG Admin启动起来 看一下 清下屏 go 没问题吧 正在启动 启动起来 咱们看一下 Docker container ls 大家请看 已经启动起来了吧 这个名称叫这个 然后呢 它跟我本地做了一个8080的映射 没问题吧 然后怎么办 然后很简单 这地方是这个 我刻在这地方 就是说咱们如何停掉它 然后如何再启动它 这地方因为我只用一个DB 所以这地方我想stopDB 应该是这样啊 你停掉的话 如果你要想把它再启动起来的话 这样用啊 因为我刚才把那个 杠RM给删掉了 所以这地方咱们就可以stop 然后咱们下次再启动 再想用的时候 再把它start起来就可以啊 OK 没有问题 那咱们该怎么用 咱们在这地方映射了一个本地的8080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去执行一下 马上开始啊 好 咱们在这地方 怎么敲 本地IP 然后这儿敲8080 一回撤 启动起来了 大家看看 这个画面 咱们是需要登录的 对吧 那登录ID password是什么 就刚才咱那个嘛 对不对 好 那咱们试一试 这地方咱可以随便敲啊 这样它会在容器出纸化的时候 就会给咱默认设上这个 user跟password的 咱们就可以登录 然后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居然有多语言 同时支持咱们的简体中文 那太棒了 对吧 好 登录 大家请进来了吧 如果用过pgidmin3的朋友 会认为 这挺熟悉的 对吧 这就是标准的pgidmin的使用方法 没问题 对吧 这个地方是服务器 咱现在还没有服务器 对吧 那么咱们建一个 好吧 创建服务器 是这样 我本地建了一个 咱们试一试 我这个就叫做 我直接写IP 我本地自己建了一个服务器 为了让咱们用的比较方便 好吧 好 是这样 我本地建这个服务器 也是用doker建的 只不过我本地 开了多个 这个ubuntu的server虚拟机 然后这地方维护数据库 这个用户名 用户名咱们敲什么 是这样 咱们看一下我的课件 我现在这个试试服务器 也是基于doker建 所以说这地方 大家请看 我的user 就是说我的这个postgres 这个超级用户的user 是这个dbuser 没问题吧 然后口令是12345678 没问题 OK 那咱们在这地方 是需要敲db的user dbuser 然后口令 12345678 说保存 选择保存 这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去连接 比如说咱们公司是吧 咱们公司这个开发团队 有五个人 或者说有十个人 都可以 那咱们大家不可能自己 在本地建一个这个数据库 对吧 咱们肯定是这个PM 或者PM leader 他在咱们这个开发 这个团队的小网中 单独建一台数据库服务器 咱们大家都去连他 对吧 其实相当于 咱们这个pdm也可以建在服务器 咱们大家都去连这个 然后再去使用数据库 对吧 所以说咱们这种 虽然咱们会toker技术 但是没有必要 这些东西都建在咱们本地 是要建在咱们开发团队的小服务器上 对吧 现在少许 马上连接 好 连接上之后 咱们看 这就是我本地建立一个数据库 对吧 因为咱们是postgres建的实例 所以说它默认的 postgres的用户 就是用户的名 以用户名起的数据库 虽然咱们默认数据库 咱们这地方可以再建立 咱们自己的新的数据库 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咱们建一个 testdb 贵两天 我还要给大家做rails的教学 那个是rails的一个发生的地方 就是说你必须要 启动时要建一个数据库 但是也不是犯人 因为vidrials跟这个 数据库的关系太紧密了 好 咱们大家请看 这建立数据库 对吧 然后 一些个内容 咱们都看得到 本地的一些信息 都看得到 完全的没有问题 包括这个数据库的SQL 这咱们直接拷贝过来 可以做保存 都可以 没有问题 比如说咱们建这个表 public public是咱们这个schema 对吧 然后这地方可以建表 机有键 创建 创建个表 没有问题吧 几个表名 比如说就叫做 users 可以吧 咱们建个用户表 然后这个可以选表空间 这个跟oracle的表空间 是一个概念 它这地方可以管理表空间 大家请看 我鼠标这个位置 咱们就用默认表空间 没有问题吧 然后加列 这个就是数据库的知识 如果说想学 poster grace的数据库的朋友 看我那套课程 咱们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加列 是这样 因为这个数据库 它是需要什么 它是需要一个主件 以及自增id来管理 比如说咱们就叫OID 行吗 咱们就叫OID类型 这地方可以有快快捷键 长度不用指了 是不为空 不可能不为空 然后它是主件 如果咱们数据库中 没有这个主key的话 那么咱们使用的工具 是不能够编辑的 其实我也推荐大家 咱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 唯一的key做主key 而且尽量少用复合key 不过这是数据库 设计的基本知识 比如说OID 然后咱们起上 name 可以吧 这个咱们给一个挖刹 挖刹 比如说name 咱们给255 对吧 这就是咱们可以 自己去设计 name咱们可以 让它不为空 对吧 咱们再起一个 比如说 这个age 可以吧 age咱们给一个整数 大家请看 这是不是就在设计数据库 但是这样设计数据库 其实还是比较麻烦 我因为最近 我也是用到这个luby 这个用rails管理数据库 真的咱用rails 咱就不用管理数据库 真的很方便 好咱们选择保存 好咱们请看 这个表就建完了 对吧 那工具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咱们还可以设置 这个序列 包括设置这个外建 视图 包括这个存储过程 都可以做 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咱过来 咱们在这边 再创建 不是咱不创建 咱们做这个表管理吧 返回所有行 出来了吧 这地方咱们是可以编辑的 name age 比如说是 20岁 没有问题吧 对吧 就是说 咱们这个开发小团队 对吧 咱们开发小团队 咱们又提供一台 数据服务器 同时 咱们再建这么一个 pgiadmin的管理工具的服务器 两台服务器就够了 这样咱们每个团队的 这个小成员 咱们可以用自己的账号 去连接上去 然后呢 可以在这里面 建自己的税库 建自己的表 或者说 大家共用一个税库 一个表 进行开发 这样呢 就减少咱们每台 自己开发机的 一些个用程序的安装 您说 不是吗 OK 就是简单的 咱们这个pgiadmin 最新的web版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 咱们如何使用 Doker镜像 然后呢 如何建立一个 pgiadmin4的管理工具的课程 应该不是很难 您呢 应该能够理解 OK 然后我今天的这个课件的 所有内容 都会放到GitHub上 然后呢 下面是我的官网 有趣女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OK 那这期课程就这样吧 然后呢 Doker课程呢 我会继续的讲下去 有趣女朋友 咱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